Hello大家好,我是芽芽 今天我们用面粉来做一袋好吃的 外面香酥酥脆,里面柔软又筋道 首先我们准备450克的面粉 加入一勺盐来增加它的筋性 再打入一个鸡蛋 放上一小碟葱花 先用筷子搅拌均匀 然后准备150克的温水 一边倒入一边用筷子搅拌 搅拌成这种面絮过后 然后下手给它揉成光滑的面团 就揉成这种稍软一点 而且软硬适中的面团就可以 先不用醒面,我们移到案板上 案板上撒上一些干面粉 把面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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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 就这样就好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平底盘 刷上一层食用油 再往面饼放在上面 每个饼上都要刷上一层食用油 然后盖上盖子 洗面20分钟 现在我们来制作油酥 50克的面粉中加入一些花椒粉 再加入一小勺盐 浇上热油 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这样油酥就制作好了 然后放在一旁备用 时间到面已经醒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醒好的面延展性还是不错的 盘子中的油我们可以倒一些在案板上 用手摊开 再取出一个圆饼 这样左右摊开 然后再用擀面杖擀得长一些 薄一些 擀好以后刷上一层刚才做好的油酥 然后给它两面这样对折起来 然后用刀这样给它切开 注意顶部不要切断了 切好以后再给它摊开 然后用手抓住它的两头 这样轻轻拍打 一边拍打一边拉伸 然后从一头这样卷起来 每卷两下 拉伸一下 卷起来后尾部放在底处 然后轻轻给它按扁 就这样我们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然后给它放入盘中 全部做好 再次盖上盖子 洗面10分钟 醒好后电饼锅加热 直接放入电饼锅中 盖上盖子先烙一分钟 一分钟后开盖 然后给它翻一个面 因为已经有足够多的油 所以我们烙的时候不用放油 然后关上盖子再烙一分钟 我们就这样每隔一分钟 给它翻一个面 就这样外表金黄 里面柔软就可以出锅了 外皮是特别酥脆的口感 里面千丝万缕 每一层都很柔软 咬一口浓浓的葱香味 简单的说法就能做猪鸡 好看又好吃的烙饼 如果你也喜欢 记得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